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川省广原市望苍县公安局陆续接到报案 说他们那山区出了很多邪门的事 比如说一碗米自己就会冒烟 而且那米还会爆炸 这个好好的屋子里会突然出现一团蛇 有人会因此神魂颠倒 还有人因此丢了性命 可见这个地方是中了邪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一起来看 正元乡位于四川省广原市望苍县北部 这里群风环绕 东河横贯而过 秋高气爽 山水宜人 可这样的好景致 正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的一行人 却完全无心观赏 坐车来坐好就 我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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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位于米苍山南路的范大妈家中 一见到两名戴着手铐的嫌疑人 范大妈一家就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 我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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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差两个 被范大妈一家七岁八十围攻的嫌疑人 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识趣 偏偏哪壶不开 啼哪壶 一张嘴就踩了这家人的雷曲 你老公说这个 你老公说这个 你老公就把拉起来 那有个男碗 你有个男碗 是吗 有个男碗 你给我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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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接回来 他说我给拉起来 我给拉起来 我给拉起来 你给我第一次 范大妈的女儿说 就是因为这两个人 自家老爷子与家人 阴阳两格 我们对这几个装神弄鬼的女人 简直狠之入骨 听说出了人命 高茅这才回过神了 自己一酿成大祸 我操了 我对不起 大姐 然而高茅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范大妈的老伴 命丧黄悬 两个月前 当高茅一行人 来到范大妈家中时 彻底改变了 这个家庭的命运 在范大妈看来 这两人穿着很普通 可人家口气不一般 他们说自己是深山古寺里 出来化缘的 道行高 本事大 走到你家来 那是和你有缘分 高茅巧舌如黄 讲的东西悬之又悬 范大妈一家 是地道的纯虎山民 一向有些看黄礼 拜鬼神的习惯 本来他们对这两人 还将心将疑 可随后高茅 做了一场法事 让范大妈赌信地认为 这可不是普通妇女 这简直就是先公啊 通过聊天的过程 就掌握你家里的基本情况 比方你有几个儿子 哪个儿子在哪里 或者说老公在哪 干什么 他这种了解以后 他说 你这个什么儿子之类的 在外面有雪光之灾 今年过不了 我们幸福 看你有缘人 我们可以帮你处理一下吗 就是我们自动 给你配正一下 给你处理一下 处理一下 然后但是 马上就拿了个 叫你 你自己家里的碗 接碗水 然后把米 拿点米过来 米是自家的米 碗也是自家的碗 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东西 放在一起 竟然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高毛将水泼在地上 然后撒上米粒 将碗倒扣上去 没想到 从碗底竟然冒出阵阵火光 滚滚浓烟 愣是把范大妈一家 看傻了眼 在范大妈看来 这完全是超自然的现象 两名仙姑 则面色凝重 眉头紧锁 这幅表情 把范大妈和她老伴 看得心里发毛 他们赶紧问仙姑 这说明个啥呀 我这碗一样翻起来 他就说是 他说哇呀 那对了 你们今天的家里不得了 你们这个问题就连 他就说 马上跟这个 水泼讲 扑杂先例了 然后你这个 快口头 作译 这个 然后再具体问他原因的时候 他就说 这是因为你 儿子有灾难 有血光之灾 那么水泼听了就慌了 马上就要求 就是咱们化解 仙姑说 你家里人命中注定 要遭遇劫难 如今神仙显灵 泄露天机 妖像化解 也有办法 给菩萨 素金身 一世新成 老两口 那个文化成本不高 对这种 封建秘性 比较详细 所以说 当时就详细了 也就给了人 几百块钱 低了 这种 被骗了几百块钱 范大妈和老伴 将家中全部的现金 七百元 正宗其事地 交到高茅手中 诸咐仙姑 一定要将 他们家的诚意带到 仙姑走后 范大妈和老伴 怎么想 怎么有些不对劲 家里的钱 就这么 稀里糊涂的没了 可能有两三天的时候 老两个 当时就翻译过来 过来是被骗了 然后老两个 就相复满园 七百块钱 他们养猪嘛 买钱嘛 要养大半年 才能够认几百块钱 老两口相互埋怨 怎么这么轻易 就把钱给了两个陌生人 可谁也没有想到 范大妈的老伴 竟因此选择了自杀 男主任呢 对这件事非常直接 所以说 很多人越想了 精神压力越大 往昌县公安局民警 结果案后 对范大妈一家的遭遇 深表同行 而且民警还发现 有类似经历的 并不止这一家 经过侦查过后 发现这个 我们往常的 华龙 木屋门 整院 等有四多个乡镇 都发生过 类似的案件 一共可能涉及到 六百多夫人 他们很多 都还住了很多 因为他们骗到 老百姓 都很偏远的地方 交通必射 信息必射 主要是那种大山上 而且不同道路 那种村道路都不通 相当于全是那种 山间小路这种 他们坐S 坐这种山间小路 进行诈骗 而且像往常来说 这个书以山区 村民居住的 那个范围比较广 比较散 所以说 他可能在这一座山上 便宜家 又到另外一座山上 便宜家 群众向民警反映 来他们家的神棍们 有男有女 一般都是两人一组 自称方外人士 在他们的法事中 群众都亲眼见证了 大米爆炸 烟雾蒸腾的神奇景象 有些大仙 甚至现场在家中 捉到了杀星 要不然看到人以后 或者看到房子以后 他就说 你这个房间引起转 问这个人引起转 但是这个问题 如果说不处理的话 如果把你拍证 肯定要不然要死 要不然你把你家里面 要出大灾难 老板一会害怕 害怕以后 他说 我帮你会处理这个问题 我会把那个引起转捉出来 就这种 然后就你带我去每个房间转一转 这是啥子 老板就会看这些事 因为一般你的床过过 或者沙发过过之类的 然后都云南过温里面 一个谁判断的 这个老板就说 这就是你家里的引起 我都不念了 就是他做怪 如今这人呀 就是没有安全感 可是又不知道该信谁 于是呢 谁吓唬他 他就信谁 这些骗子太可恨了 你说他们骗的这些人家 都穷成什么样了 也亏他们下得去手 要我说呀 逮着就给众判 省着出来 接着做坏事 哎呀 你说这都什么呀 这什么神仙下坊 你神仙下坊 拿了咱们人间的钱 到天上能花吗 我觉得这受害人也够傻的 哎呀 这类的事啊 全国各地都有 我刚在新闻里看 福建省龙海市 也刚有这么一案子 就是几个骗子呀 弄在一块 专门跑到集市上去 看老太太 就是他们都骗 怎么那么爱骗老太太 哎 相准了一个老太太 俩人就过去了 假装跟老太太问路 然后一路呢 就跟老太太聊天 这老太太也是 聊着聊着呢 就把自己家里的 什么事都跟人说了 说完了之后 人全打听明白了 人家就把这些事 告诉给另外一个同伙 那个同伙呢 就假装 办成一个算命的 哎 也出现在这集市里 一看见这老太太 就过去说 哎呦喂 阿姨 您老伴可是死得早啊 您以前还有过一个小儿子 也很早就没了 老太太一听 这神人哪 顿时就信了 然后这算命的就说了 您现在还有一个儿子 还挺好 但是啊 恐怕太要有血光之灾 您得赶紧给他消灾 老太太一听 赶紧就消灾吧 这又磕头了吧 又洒水了吧 又点香了吧 反正呢 得给人家钱呀 家里的所有的现钱 几千块钱 现金 连金戒指什么的 全给人家拿走了 这会儿人 现在也抓住了 都给判刑了 新闻也报道了一件事 我看了 就在深圳 有一阿姨呀 上菜市场买菜这么会儿功夫 嘿 遇到一个女的 口口声声要找神医 就是找不着 找这阿姨打听 正打听呢 又来一女的 说她呀 正好要去神医那儿 还张嘴闭嘴的 说这神医如何如何的神 又能消灾 又能看病 简直不得了 阿姨呀 心里不下 哪有这事啊 不信 还没等她走呢 又来一男的 号称是神医的孙子 一看阿姨就说 你们家你妹妹有问题了 你老公出轨了 我爸 我爷爷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 消灾 阿姨越听越觉得不靠谱 但是表面上 镇定的 假装相信了 走着走着 正好看见这个警察呀 巡逻呢 阿姨冲上去就喊 这几个是骗子 三个骗子 正打算跑呢 往哪跑啊 警察冲上去就给摁那儿了 再想骗人呢 门都没有了 我们这位阿姨够神勇的 哎呀 让我说呀 虽然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觉得我们这个父母 在办好事的时候呀 也要擦脸眼睛 否则你看 又赔了钱 身体又万一弄个好胆的 这才是真正给自己的孩子 添了麻烦呀 以后要多加小心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堂屋里钻进几条乌烧蛇 这可把老百姓吓得够呛 这些所谓的大师 就会告诉他们 蛇是什么 蛇是趴着的魔鬼呀 还好今天他们把煞星捉了出来 要不你这辈子都过不舒坦 你要输个菩萨 要感谢菩萨救你儿子 或者你要菩萨烧 七七四四十九天 那个香火 就是钱了 七千块就来了 就去了 那老百姓应该请你把钱给的 这些亲眼所见 让山区里的老百姓 信以为真 可把民警们 心里透亮 这些全是骗子们搞的鬼把戏 很多被骗的人 基本上属于年龄层次 基本上六十岁以上 六十岁到八十岁 这个老年人 有几元几百元 上千元 最多的有接近七千 那也说六千六百元 是最大的一笔 而且这个时间很长 最长的有从1909年发案的 还有10年发案的 一直到14年 最近的七月八月 是发案的一个重灾 重有几种事端 这个受害人的情况 都是比较贫穷的 山区老百姓 犯过后 他们对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比骗子大惊了 对他们生活 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这世上根本没有鬼神 那些所谓的仙姑大师们 无非就是借着鬼神之名行骗 而且这些骗子 还专门骗穷困的老年人 民警们打定主意 要将这伙骗子绳之一把 整个案情 引起了我们区案局的 震动力来说 我们循序给局局的 回报过后 就成立了这个专案处 来开展侦查工作 这些迷信诈骗案 涉案人员广 时间长 对侦查工作 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民警们经过大量的摸牌调查 终于发现了 这群人的行踪 在往昌的农画 农像和绿化的罐 发现了有 分别发现有六个 八个 咱们共四十个人 一个外地的官案 重庆 这十四个人的作息记录 发现了这四个人 心机非常困难 这四个人也非常符合 就是受害群众 我们发现的 重案人员贼证 今年九月 当这伙人都行骗回来后 望苍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进行了严密的多方布控 决定实施抓捕 由于计划充分 十四名犯罪嫌疑人 被一一抓破 经过民警调查 这伙神棍全部来自 广安市吴胜县 欺男欺女 互相为夫妻或情人关系 见到从天而降的民警 这伙人可没了 当初的神气活现 信口开河地为自己狡辩 说自己是出来搞装修的 这照片是哪儿的 说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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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是不是 自己的东西 你晓不得 你自己的东西 你不晓得了 他们那是在电脑 给我弄起下来的 哪个电脑 给我弄起下来的 这是外头那是电脑 给我弄起下来的 你弄来干啥子 我弄起看嘛 你这个是哪里干啥子的 八周就给我藏着的 干机是什么 晓不得了 你晓不得 从这伙人的行李中 民警搜出了大量符咒 挂签 假正签 可这帮狡猾的嫌疑人 百般抵赖 不知道是谁的 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 可民警接下来搜出的东西 让他们无法再狡辩 既然是出来搞装修的 那随身带几条蛇干嘛 这帮人再也编不下去了 通过调查发现 这伙人在短短两个月中作案数百起 涉案二十多万元 林警还发现 这伙神棍基本上人手一个小药瓶 这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神棍用米粒施法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奥秘呢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在聊一群伪装成有异能的神棍团伙 诈骗山区老百姓的事情 道场嘉宾情感专家张晓彤女士 马亭德律师 欢迎两位 我想先问问马律师 他们干的这个事 这个就是他骗人 同时造成了对方 对方还自杀了 我不知道那这个在量刑上 这个算个什么呢 首先我们可以确定无误的说 这些人构成了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诈骗罪 诈骗罪的大概的表述是这样的 就是说 以掩盖事实 或以虚构真相的这么一个行为 就以诈骗他人非法钱财为目的的 这样共同诈骗 纵观本案来看 这个案情情况来看 我们认为就这个肯定是构成诈骗罪的 但是曾经有个特殊情形 钱被骗走了 人自杀了 这怎么办 这样一来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查院 对此有个事发解释说得很清楚 诈骗他人钱财 是他人死亡的 是从众触罚情形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各地的诈骗数额的立案标准不一样 有两千的三千的 那他们这个肯定这么多起 数额就肯定够了 那你要不够三万的 那肯定是三年以下了 他们这个情形就不可能了 肯定是在三年以上 十十年以下 那么这样一来的在哪里呢 你四年行 五年行 六年行 那我判八年 九年也行 尤其是你看 又把这个全家的 大部分的家当骗走了 我们不要小看的七百 一千两千五千个钱 对于这样一个偏远的山区 像一个贫困山区 已经卷了二十多万了 卷了二十多万 这么一看的话 基本上看来就是个天文数字 我们不可能说 以大城市的这样一个标准 这样一个来看 那么我们几个量刑标准 对这些人来看的打击力度 一我们讲受害人死亡了 被诈骗人死亡了 第二个呢 就在于他这个 他掏出来的钱 恰恰是整个家当 生产金融费用啊 生活费用没有了 将来会在日后的审判当中 作为量刑予以重大考虑 也就是我们的打击力度 会非常的大的 这一类的诈骗呢 倒不一定全骗农村 但是有一个规律 是基本上全骗老人 而且主要是冲着老太太去 我发现 各地的这种装身弄鬼的诈骗 都是冲着老太太去 为什么专骗老太太呢 因为一般老年妇女吧 都心软 别人说点什么呀 就容易相信 再有一个现在的老年人 都比较孤单 都单独生活 不跟年轻人在一起 一旦有人热情的 跟他搭话 他就愿意接纳 并且愿意把自己那点家底 都告诉人家 就跟老家常似的 容易被骗子 钻空子 第二一个呢 就是知识比较落后 甭管是农村 农村内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文化 像刚才这个 那么城市呢 它也面临着 知识落后的这种现象 那么他们装身 弄点什么化学原料 一展示 就容易相信了 最后一点呢 就是自我的存在感 还有他们的价值感 现在消失了 原来特重要 现在没有了 那么突然 他能给家里消消灾 挣点钱 顿时 他们这种存在感 和价值感 又有了 所以他们愿意 听信这些事 文化水平 第一是一个 最显然意见的原因 除此之外 其实很重要 你看城市现在 好多老太太 以前都文化水平 还挺高的 什么干部什么的 也让人卖假药的 一片一个准 是小彤老师说的 这两个原因 第一极其孤独 要有人陪他聊天说话 他特别容易相信人家 第二 还有一条很重要的是 没有价值感 因为我没用了 但是现在我又有用了 我又能帮家人做事 又能消灾 又能给大家买好药 我有用了 所以他特别容易相信 顿时他就有满足感 抗风险的意识极差 同时呢 抗风险的能力也特差 就是说很容易上档 上了档他受不了 你看这对老人吧 为七百块钱送了命 当然对农村的山区老人来说 七百块钱是挺大的一笔钱 这个咱们理解 但是不至于到活不了 并没有因此全部家当没了 欠了债 没有 只是家里的现金没了 为什么要为七百块钱去死 因为大家看到 去世的是老先生 本来男性在农村 就是家庭的支柱 现在就是因为他的一个误判 导致家里一大笔钱 没了 被人骗了 他从内心的自尊感和价值感 更加没有了 就整个心理建设叫做崩塌掉了 所以他选择了自杀 对 这种事情对老人的伤害 不仅仅是把钱拿走的事 对 就是让他就更没有尊严 更没尊严 就是更恶心 更没用 没错 堵在心里 逃不出来 所以老头更接受不了 没错 好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伙神棍被抓后 指认他们的犯罪现场 成了一项艰苦的工作 由于他们专挑偏僻的 江村下手 给指认工作 带来了极大难度 在张大爷家中 高毛和同伴 骗走了五千元钱 这也是张大爷一家 全部的积蓄 张大爷想要知道 高毛究竟是做了什么手脚 能让米粒平白无故冒烟 骗取他们的信任呢 这个叫啥子 这个叫啥子 听说了 说大声点 这个什么 听说了 这个是不是女主发是有的东西 是 这个在包裹的 抠起草 还把你抹起出来 都抠到手上嘛 他抠到手上的时候 他米摇起来的时候 很大不注意 把米也抠到这个米 就是说他玩儿有宅心嘛 他有宅心过后的时候 他都把那个米抓起 拿起过后 当着他有的灶 灶的嘛 灶的把那个水 把那个米 把那个水往 那个米 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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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易得逞呢 老百姓 他根深蒂固 是他很信米信人 他不信米信 像有些地方不信米信 都骗不到 也就是他信 他很支持那种 他都喊得坐 喊得喝茶 吃烟 吃饭 那种 也就是他根深蒂固 那些几千元 红件米信传业的 他都很相信 关于不是他 还相信米信人 老百姓都比那个 盐子下到的上 就是那个盐子是那个 是 是鬼嘛 是死鬼嘛 是人嘛 糟了他人知道嘛 就是说就是这个意思嘛 那一包有问题 那就是代表你儿子 就是他的猫烟 你儿子就有灾难 老百姓是相信得多 还是不相信得多 主的过程 基本上 基本上都相信 因为他是在 他当初和你接触的时候 也就是他已经相信了 才喊你跟他七岁二 七岁二 其实看到这个灾难 老百姓就 紧紧吓得 更相信了 也就是现实的嘛 这件事让他看到现实嘛 看到现实 他更相信了 在这些骗子们眼中 骗人是如此的 简单轻松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骗 却让很多老百姓 神魂颠倒 甚至断松性命 与家人阴阳两隔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 也现在我们再说一起 装神弄鬼的骗局 这个骗子集团是十几个人 他们大部分就是职业的 常年累月干这个 而且是屡屡得手 基本上骗谁 一骗就骗一个准的 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一个封建的 这个遗毒没有驱散 就好多偏僻地区 封闭地区的人 当他有一些 写实不清的事 或者生了一些病 他都是求一些大仙 大师来做法 那么到了现在 来了这些人 做得又挺神奇 他们就信了 再有一个呢 就是知识普及不到位 现在在对那些边缘地区的 像这些知识 他们没有 那么这个骗子一使就好奇了 我插一句 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 化学元素在一块会产生化学反应 对 俩水搁一块变蓝了 俩水搁一块变红了 俩水搁一块冒烟了 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情 对 是初中的化学课程当中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知识普及 不到那么边缘封闭的地方 导致他们对这些感觉非常的神奇 所以一片就得手 再有一个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咱北京 就是今年一个养老院 老人病重 产生幻觉了 家里人不但不去送到医院 还请了大仙来做法 结果导致什么 老人很快就去世了 所以这种迷信的做法 混淆视听的做法 大仙泛滥 导致现在很多人不光是老人 都开始上当受骗 马利西也接触过这类案件吗 在城市 有一起 它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 很多人都是 就是这个片子很有意思 假如说我来找你上个什么事吧 那现在是 他不像把山村里边扔化学试剂 他不是 他给你测字 来吧 我给你张白纸 你给我写一张字 你想想 能找他来算的 能心情很舒畅来算吗 肯定心里有事 你这个字啊 你这个字有个拐弯 有个刀没写好 哎呀 你这有一劫难 然后 怎么样怎么样的 听得好有文化呀 古代周公怎么怎么着 又给你扯一些 这文化深点 OK 后来我们要想 你要抓住一点 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普度众生 真的有特异功能 他怎么后来还收钱呢 绝不含糊 给少了 脸还不高兴呢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在城市当中也好 还怎么着 他都有很大一部分人受骗 不代表我们大城市里没有 但是受骗的形势 归根到底 最后他绕了一堆 都是在钱上 给不给我 这个请大家警听一下 在这个案子里边呢 他们 他们做了好多的假证 就是比如说什么 佛教协会什么 他们还是佛教协会的 他们从网上下载了一些 那个高僧啊 著名寺庙的图片 然后还给自己做了一种 叫出家身份证 这种身份证是不存在的 没有出家身份证 然后你看那个片子说起来说 这儿的老百姓都信封建迷信 都信观音菩萨 你发现了没有 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他把两个东西混在一块了 没错 他把宗教信仰 跟封建迷信混一块了 对 就是寺庙也好 高僧也好 佛教协会也好 观音菩萨也好 他是宗教那一部分的事情 对 冒烟吧 跑出鬼来了吧 什么消灾吧 收钱吧 爬蛇吧 这个是迷信 对 那么实际上呢 当他把这俩事混一块的时候 好多老百姓特容易上当 因为大家对宗教有一份敬畏 没想到背后藏着的是迷信和骗局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特别完整的论述清楚 我觉得要跟大家说 有一个简单的 甄别这两个东西的判断的依据 宗教 宗教它研究的是一个灵魂归属的问题 同时它会给我们现实生活一些 为人的原则 你照这个准则去 但是不管不同的宗教 都有不同的对世界的认识 但是它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相同的 比方说它一定是劝人做好人 做好事是向善的 然后呢 它一定是愿意帮助你的 它会让你们之间互相帮助 宗教肯定不会干这类的事 比如说跟你要钱 对 跟你要东西 对 而且用的办法是吓唬你 几乎是勒索 就是你不信我 你给不给 你要不给你就完蛋了 不给你明天就出车祸 不给你们家明天就出事 考不上大学等等 凡是用吓唬的方式要钱的 这个叫迷信 对 跟宗教没有关系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至少我们可以学到这么一个简单甄别的方式 再有人披着宗教的外衣 到你这收钱要东西的 就别信他了 他背后一定是有别的装神弄鬼的事了 对 您这一说我想起一个真实的事情 是我的同班同学 前不久啊 得了乳腺癌 结果呢 就有人找到他 说呀我信了一个基督教 一个基督教 首先这是个问题 然后呢 这表述方法很不规范 对对对 说这个基督教特别好 这个人家给你念这个圣经 念到多少多少遍 你这个病啊就能够减轻 然后你要能坚持下去呢 就能治好 他呢就信了 就跟着去了 就在一户人家里头 哎有一个人站在上边 这就是基督的代表 然后给你念经 说钱了 念着念着就说了 哎呀你看基督多不容易 这么辛苦 咱们意思意思吧 就有人开始掏钱 是不是拖 他也说不清楚 但是他那天真没带钱 回了以后 我们大家就跟他说 千万别上当 这绝对是骗子 因为没有 这是一个基督的说法 对 还有我 咱们小片当中有一个掏钱的 那个700块钱的那个 那个镜头 我感觉很深 就说我们广 我还要给出门在外的一些 儿女们说一声 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担忧 那是千长花度的 所以你要告诉他们 至于什么冒烟 有没有什么谢光之灾呀 就没有 没有一点点的关系 我希望我们的 你儿女们能够 跟父母表述清楚 我在外面很好 打拼的事是靠自己 一步步的往上走 跟那个冒不冒烟 没有关系 他们说两句 我觉得会很大的加强 我们这些广大老人们的 这个防范意识 说到这儿呢 其实我们还是要说这个话题 就是老人特别容易上当 特别容易受骗 谁一骗他们都信 即使文化水平高的老人 都变得非常容易犯傻 让人揪心 对 然后你劝他 他还不听 你都把这道理给他讲清楚 他特别固执 他情愿相信骗子 他不相信你 对 所以这个会让我们这些儿女 非常的烦恼 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说 其实不是知识的问题 也不是他要不要相信骗子的问题 有些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是通常犹豫他们非常孤独 对 没人赔 对 还有刚才说到那个 他没有价值感 他在生活中没用了 他没未来了 对 骗子利用的是这个 陪伴他 跟他聊 让他觉得他有用 对 他还有人脉关系 他还弄来好东西 为这家庭做贡献 实际上帮了道忙 骗子呀 就得不了手了 因为什么 我们要先下手 把父母争取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